接下来关心地方消息 也会加强引进东南亚语文诗资培育课程 和大转院校合作包括了越南印尼泰语教学 促进学生和国际接轨 每年夏天到秋天有大批候鸟往南迁徙经过屏东恒春 但伯老鸟曾经是带自己民众捕捉打牙记的阴阳补充品 屏东领馆处出动无人空拍机 希望保护这一群远道而来的教课 林郑课长洪宝林说也会另外设置一个奖励办法 检举者身份保密还可以获得奖金 以上是九点钟的综合讯息